调点腌制 水分不要太大 不让它阴 我先把它的背部画出来 翅膀都长在背部 这是它的尾 然后它的头 小腿 是这样的 先把背部画出来 眼睛 腹眼 两个大球球 背部 这头啊有点向下垂啊 脖子特别细 细的简直是自己都有点撑不住了 好 加点墨 这有这个翅斑 翅膀上的斑 在前侧啊 在前侧啊 往外 好 我摸一摸 干了 干了就可以染颜色了 我第一步 先用淡淡的花青 不要很深啊 把花反衬一下 它是在花的外面去衬 所以叫反衬 衬完了以后 这个花啊 显得很白 千万别伸了啊 伸了以后就是一个圈 就太死板了 四有四无 有点色就可以了 可以了 再加一点藤黄 形成淡草绿 把这花芯提一下 根提一下 提一下 是白花 但是里面呢 有点深度 有点变化 调浓的猪纱或者是猪标 它的花锤啊 点一个点就得 一定要在这个胶末之上 让胶末拖着它 这个猪标显得很稳重 行了 这个花芯很突出了 下面呢 需要把这个叶子染一染 换一个大一点的笔 调草绿 这个时候的草绿 就可以花青 成分稍微多一点了 我们想画的润一点啊 水分大一点 尖上呢 再来点花青 让它有点变化 稍微这样一染啊 不要涂死 有些地方留点白 可以 不是平涂啊 还是要有变化的 像这些地方 注意它的衬啊 衬托 这样这个绿颜色染完以后啊 整体上来说 它就显得比较整了 像刚才全是线 可能会感觉到 稍微有点乱 这就整了 它这整的标志啊 它就是说 和这个白纸的对比 它就区别开了 我再弄点润的啊 画青 稍微加一点墨 和刚才有所区别 啊 这是在水塘之中啊 这幅画呢 是我通过画这个瓷固的叶子 是双钩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啊 这个瓷固的结构 下面呢 就是我们要临摹一幅画 大家看一下这幅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玉语 这幅画呢 叶子就是拿墨画的啊 然后花呢 是勾花 这样勾花点叶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一个变化啊 大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呢 一定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让这个蜻蜓呢 能够有一个飞的地方就好了 勾花点叶呢 这个叶先点 用大一点的笔啊 调墨 先调淡一点的 水分给它刮一刮 然后呢 再调点浓墨 零画的时候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 不要再调了 为什么 一调就灰了 一笔 两笔 三笔 像个箭头 测封运笔以后 前头笔尖的地方深 笔根呢 就浅 这样呢 就有变化 然后 我再调调 关键下面就是它的组合关系了 比如说我在这样走 这又是一个箭头 我这点呢 要让开 它这点有这个 花和蜻蜓 你要是不让的话呀 就糟了 然后呢 我再看一看 这么糟 不必换细笔啊 把这个 这叫叶饼 给画出来了 不要忙着勾筋 这点呢 它要出来 它要交叉的 换一只猫笔 我想还是从这儿出吧 这儿出一个 然后呢 我还可以在这儿出一个 这是我在打稿 然后用稍微淡一点 但是呀 也稍微干一点的墨 就勾它 勾的时候放松一点啊 别太拒筋 moving 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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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破破 不平了 随时看着彼此之间的关系 再调浓墨 点花芯 这个上的可以加一些点都没关系 这是浓墨或者叫焦墨 古朵就是看不见花芯了 行了 我现在把这个大的气势给它定下来了 定下来就是说把了一个脚 把在右边和它的下边 这个墨已经是刚才画的 江杆 不要等到全杆 把它勾下来 主叶金勾一个就行了 刚才那个画的是双勾的 可以勾好几条线 这个主要勾一条线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主体的东西出来以后 我们等它 但是不是盲目的等 这个时候呢 画清廷 用淡折石 不要很深 也不要太湿 这个是胭脂 用笔尖弄点胭脂 有的画家呢 弄的是淡漠 也可以的 都可以啊 现在呢 应该有离它比较近的 有离它比较远的 这样下笔啊 有同学说了 您这个有非白 其实非白是非常好的 同学们对清廷也是太了解了 这个非白就是反光 不要求完整 不要求完整 远处的显得 窄一点 细一点 有三个够了 换刚才那个小笔 调 猪标和胭脂 如果觉得太红了 稍微加一点墨 不要让它太红 可以了 首先上来以后 先把它的背部画下来 它是个锣锅 我现在的颜色比较深 那就可以画这个 这叫赤斑 然后头 小腿很虚 它这个有非白 它就显得非常灵动 我们在染色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它彻底干了 可以了 第一道工序 刚才已经讲过了 用淡淡的花青 反衬花 现在呢 勾出来以后还不是白 反衬完了以后 才显得白 如果说反衬的颜色太深了 它就圈起来了 如果太浅了呢 又显不出来 同学们的画呢 将来可以啊 适当的装表一下 不要认为初学 说我这画不好 我就不装表了 实际上呢 是为了总结经验 到底画成什么程度 才是合适 装表完了以后 才能够看出来 因为装表的时候啊 它就加深了 咱们加点藤黄 变成了草绿 这个草绿 也是黄的成分 稍微多一点 让它显得嫩一点啊 在花瓣的根 稍微提一提 这是写意的手法 不像工笔 工笔要轰然 很复杂的 要求很匀 完了以后用小笔 调很浓的主标 在刚才那个焦末 那个地方 点一点 露出焦末来 这就是它拖着呢 好 它的美 就在这儿了 下面呢 用花青 加一点末 刚才那个花青啊 嗯 太鲜艳了 整个这张画啊 需要 从气上来说 要给它整理整理啊 先走走这个气啊 画到这里面 没关系 画到墨里头没事 它这个 因为墨啊 很很浓很浓的 所以给它破一破 它有风的感觉了 啊 加大气势了 蜻蜓什么时候最多呀 什么时候 呃 要低飞呢 往往是要在下雨的时候 这个题目呢 用的是草写的历书 然后这是用行书 下面盖一个章 这幅画呢 我们临摹完了 这还有几张画啊 同学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张画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幅画 题目呢 叫晨曦 就是早晨太阳刚出 一个蜻蜓 呃 落在这个瓷固的花上 突然间的一个灵感 马上抓住 我觉得这样呢 就是一种季情 在这一刻呢 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瓷固和蜻蜓的画法 我们下一讲正式讲荷花 同学们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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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讲啊 我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荷花的画法 提起荷花呢 很多人都很喜欢 确实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从古代到现在 大家伙呢 种荷 赏荷 送荷 画荷 这都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各种活动 这个荷花呀 和我们的生活呀 关系太密切了 荷花既可以供我们观赏 同时呢 又可以实用 也可以药用 荷花这个内容啊 我们喜欢它 我们要画它 我想啊 从两点来说 首先第一点 我们喜欢它 是喜欢它的一种精神 荷以其轻 牙耳著称 轻耳不浊 出于女耳不染 洁净清高 牙耳不俗 轻力绝尘 不腰不慢 第二个原因呢 那就是啊 我们在写一花鸟画的练习过程当中 我们画细腻的东西 画时间长了 容易拘紧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揪揪篇 就需要放开 用大笔 用大墨 用大水 来把我们那些拘紧的东西给去掉 您记得我在讲芭蕉的时候 也说了这样的同样的道理 啊 就是画一阶段深入的东西 回来画大写意的东西 所以我们画荷啊 有这样两个目的 一个是表现精神 第二就是放开了 练习胆量 好了 这些啊 我们都不必多说了 下面呢 我讲一讲啊 荷画的结构 有些同学啊 就是画画 糊里糊涂的画 对它的结构 对它的运笔等等这些啊 具体有什么要求 有哪些讲究不太清楚 是吧 我提倡啊 我们要明明白白的画 不要画那些皮毛 是吧 应该是深入的 对它进行了解 好 下面呢就是咱们 边讲边画 根 茎 叶 花 是植物的四个部分 它的根在哪儿 它的茎在哪儿 是吧 有些同学啊就说 它的茎就是荷叶杆 不对 这个荷叶杆实际上呢 是它的饼 我现在在这画一画啊 您看这个部分啊 您常吃的藕 您常吃的藕 胖胖的啊 到这儿来 这又是一个骨结 这个藕啊 这个有一个小尖尖 实际上 这就是它的 静 在这上呢 长根 这是它的根 是须根 这个须根呢 可供药用 包括这个藕尖 都是很好的一个药材 这是它的静 然后从这儿发芽 发芽以后 往上长 往上长 往水面上长 这个叫叶 然后上面有叶子 它这个叶子 开始长的时候啊 它是垂着往上长 它不是说把这个 叶子顶出来 开始长的时候 也不是说很圆很大的 它是窝下去的 然后逐渐逐渐的呢 长大了以后啊 长大了以后 麦麦呢 它这是一个 小叶 小叶的一个卷卷 这个卷卷 我现在把它放大化 大家看看啊 我拿稍微大一点的笔 调好墨以后 这是它的卷 然后这是它那个饼 下来 我一勾筋 您就知道它这个 形状的特征了 因为有墨 所以呢 您看得不太清楚 那我现在呀 我画一个啊 它是这么卷 它是这么卷 这么卷 对侧呢 是这么卷 就好像您的烙饼似的 从这边卷过去 从对面再卷回来 中间一个口 这个呢 是它的最小的荷叶的卷 如果它再打开 再长大一点 这个对面的是这样的 然后 我再加一点墨 这么画 您看出来了啊 逐渐逐渐要打开了 打开了 这是它那个叶金 对叶金相对的啊 然后这是它那个 饼 一个 木字 一个夹一饼的饼 叶饼 是这样的 啊 这是 刚刚打开一点 逐渐逐渐在打开 就是小叶啊 这个小叶呢 打开以后 慢慢长长大了 它的形状 大家会看这个图 左上角 这是白苗的 荷叶的形状 这个荷叶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荷叶边 它是啊 一个弧度一个弧度的 中间 是它这个叶金产生的地方 啊 呃 都集中在中间 然后呢 叶金往四周围放射性的 涨出去 呃 临到边的时候 分叉 啊 这是啊 它的一个总的一个特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中国画里面呢 有一个规律 特别完整的东西 要表现出它的变化 我换句话来说 啊 就是特别完整的荷叶 您不能化成一个锅盖 或者是画出一个雨伞 啊 太完整了 太齐了 太圆了 这是不美的 古人讲过一句话呀 搜尽齐风打草稿 找奇特的 显觉的 这样呢 才生动 我们画荷叶也是这样 应该找那个 风刮过来以后 它有动态的 这样的一些形象 进行创作 我们画荷叶之前呢 大家还是先看看这张图 您看 它这个凡是折过来的叶子 可浅 可深 上面这个浅 是吧 后面的深啊 下面的这个折过来的呢 它是折过来的部分深 后面的浅 这些都可以 只要有变化就行 您要注意一点 就是近处的这个叶子和远处之间 要留空白 要留的很虚 要留的很自然 如果说两个墨色碰在一起了 贴在一起了 它中间就缺乏一种空间上的一种变化 啊 处理好这个关系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大家要掌握墨色的浓淡干湿 另外还有一点要求 那就是叶子的外轮廓的墨色要实 逐渐逐渐忘理 应该是虚的 您看我给您示范一下啊 调好中等墨色以后 尖上再来点重的 啊 册封运笔 我们在做画的时候 用大笔调好了墨以后 要正确把它用尽 有些初学者的习惯就是啊 这个画两笔再调 画两笔再调 这样呢 没有一个自然的过度变化 您看我这个啊 从这开始 最浓 然后呢 有干有湿 画着画着以后 逐渐浅 逐渐干 我在顺手勾叶金的时候 它又出现干笔 所以把这个墨色用尽 这点大家要体会 我下面再调点水 我再调中等墨色 尖上啊 再来点深的 测封运笔 从外走啊 注意参差变化 加点水 加点水 走到这以后 然后啊 往里擦 由石变虚 自然过渡 这个白的缝 一定要留 如果不留 两个就贴在一起了 一留 空间就有了 你看啊 就说 我很少在丛令 再去调这个墨 让它注意一个大的变化 我是从这开始的 所以呢 这的墨色比较浓重 然后上面呢 逐渐虚 我用的比较浅 顺手 不要换笔啊 不要认为说 我该画细的东西 拿小笔 拿大笔画 这个小画 这样呢 出来以后很自然 这是啊 翻转的部分 我再调墨 调水 刚才画的那个翻转的部分呢 是比较浅的 那我现在啊 我可以画深的了啊 注意 参差变化 把水用尽啊 把墨用尽 到这以后擦 往里擦 往回画也行 这样呢 就是翻转部分 和正面的部分 一正一反 它分出来了 你是用浅的 作为翻转也好 是用深的 用翻转也好 都可以 只要画的 比较完整就好 我把这个笔 收拾一下 要果断 寻求一些变化 它的墨色 根据画面的需要 有的时候呢 需要比较浓一些 有的时候是中等的 我再收拾一下 让它出尖 我蘸点墨 它这个叶上啊 有这个刺刺啊 这个刺呢 我们不能像工笔画那样 特别细致的去表现 不要两边都点 这个是翻转的叶 有的时候呢 需要画这个平铺的叶子 也是要注意整体的一些变化 刚才呢 我是从这个叶子的外边往里画 我们也可以从里往外画 这是中间 叶子的中间的部分 它是一个小圆圈 侧风啊 我现在加水 调墨 先调成中等的 然后尖上 再来点浓的 顺着它的方向啊 注意参差不齐 不要都外面给它画齐了啊 要把这个墨用尽 水用尽 您看越画越浅 越画越浅 浓淡干湿自然就出来了 出来了 然后 顺着它这个液金的中间的空隙 往里头擦 这个液金还保留 中间虚四周围是实的 这就是调了一次啊 所以我说不要画两笔一条 画两笔一条 那样的话呢 整个四周围的这个叶子啊 全是一样的墨色 有的人就画出来以后啊 就是没有空间变化 你看我这个叶子呢 这是近端 那是远端 它是斜的 它没有全翻过来 所以这个墨色的 这个浓 淡 这个根的地方是淡 这有干 里面也是干 印出来的 这些是湿 好了 下面呢 我就抓紧时间呢 给大家讲一讲花 这个花啊 荷花的颜色很多 早先听人家说过 说这个荷花是白的和粉的 两种 不对 实际上有六种色 那粉的算一种 红的也是啊 啊 还有紫色的 很多种颜色 但是呢 就是以这个白和粉红的为主 呃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啊 根据需要去画的啊 你可以画的很浓艳 也可以画的很浅 也可以画的很浅 也可以画成白的 这个白的呢 可以勾金也可以不勾金 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花的画法 我现在用这个中等的提兜笔 调水以后 把它调成 这个淡淡的薯红 笔根也调上了 我在尖上 再调一点 浓重的薯红 这样这个笔啊 是笔尖是浓的薯红 根上越来越浅 侧风韵笔 您看这个一下笔以后 这个尖和这个根 它的颜色是不同了 这一个花瓣画完以后 其他的都不要跟它一样 咱们就得这样严格要求 有些同学让我来看的时候 他会了一笔 其他的笔全是这样做 我说你这个不是荷花 是什么呢 是一龙屉的小兽头 这就不对了 我现在再画第二个 小了第三个 窄了 我再画 长了 大了 出去 出去 就必须这样去进行变化 这又进了 有密 有疏 有矮胖 有瘦高 有宽的 有长的 寻求一种变化 骨头 要把它画圆 这画圆的就是有正面花瓣 有侧面花瓣 然后在它半干的时候 我调一点浓的鼠红 然后尖上再调点胭脂 鼠红 从这个颜色来说 多浓它也不太深 现在呢 我需要把这个勾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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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